我是阿呆 我們今天來到了 五菲街 五菲街有 很出名的那個懷舊小站 然後他是賣杏仁豆腐冰 還有慶中街的 綠豆湯 還有那個慶中街 豬血湯 炒米粉 其實台南在在地隱藏了很多在地美食 那我們這個頻道的宗旨 都是一個定點 然後我們發掘附近的美食 讓大家觀看的時候 可以順便來這附近去吃 對啊不用讓你這樣跳來跳去 跳來跳去 然後吃個美食搞得很辛苦 所以我們都是在同一個區域 然後周邊有什麼美食 讓你可以去一個地方 你就可以吃好幾樣美食 所以就跟著我們一起去吃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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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點的杏仁豆腐冰 不過我們不是點杏仁豆腐冰 他的招牌是杏仁豆腐冰 可是我們每次來都吃牛奶豆腐冰 因為牛奶豆腐冰比較香 有的人不喜歡杏仁他就會點牛奶豆腐冰 然後他也有抹茶豆腐冰 就看你個人喜好 然後我們都固定吃牛奶豆腐 然後會加煉乳 表面一層煉乳 在那個豆腐冰上更好吃 他的那個豆腐冰啊 很濃喔 然後當然雞寶媽這個也是不能吃太多 所以那個阿呆說他會變胖 因為我什麼都只能吃一口 超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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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甜 就是煉乳的甜 加上那個牛奶豆腐的甜 這家環球小站開很久了 我們從幾年前就吃到現在 他的味道其實都沒有太大的變化 我覺得值得撐取 關關關 小朋友在偷看 欸 欸 偷入 嗯 好香喔 他的奶味 牛奶豆腐冰一定要來吃一下 巷子裡的 慶中街珠雪湯 米粉 炒米粉跟豬雪湯來囉 炒米粉35 豬雪湯35 然後加一下那個東城辣椒芥 台南人的口味 對 這時候小時候的味道就出現了 對 台南就是要加一下那個東城辣椒醬 欸這一家很特別 他有這種塞子耶 方便 他可以蜜蜂就是 這樣子就蜜蜂了 好假裝蜜蜂 這樣 欸 這樣比較衛生耶 欸 好東西 對啊 好物 因為第一次看到有這個 其他家沒有看過 台南人的口味 好 我們看到那個草 他的米粉很細 然後有肉燥有豆芽 那就對了 然後豬雪湯 有小腸嗎 沒有 有滴油泡 豬皮嗎 油泡 什麼 這個是 呃 肥豬肉炸完油之後剩下來的 對啊 他的油泡 對 然後這是豬雪 他豬雪看起來很細耶 吃吃看 嗯 這是我們小時候的味道 還是小時候 古早味 嗯 古早味的豬雪湯 啊 換起了我們小時候的回憶 因為他有那個豬油味吧 對不對 那是一個綜合的味道 你一定要講也對啦 一個綜合的味道 對啊我覺得重點是 他有那個豬油味嘛 嗯 所以就有古早味 豬油 等於古早味這樣子 他的豬雪很細耶 一般有的豬雪 吃起來不是都很粗嗎 嗯 他的很細喔 像豆腐 不會很硬 他很軟 這個從我嫁來到現在就有 我嫁給阿呆已經27年了 27年前就有 而且我跟你說 台南美食都是我帶阿呆去吃的 這個當地人 連棺材版是什麼他都不知道 你看看他 古人為什麼叫阿呆 呆 阿呆還要一邊辦公 一邊陪吉寶媽吃美食 口黏 一邊 慶中街買的綠豆湯 慶中街綠豆湯也是老店喔 阿呆 他有 台南有很多粉店 那慶中街的是總店 所以生意超好的 阿這麼大一杯 35塊 阿我們買了那個 綠豆藝人加粉餃 開箱給大家看 他生意很好喔 剛剛有人要買那個 單純買粉餃老闆不給賣 他說我賣你的話 別人沒有粉餃可以夾 這樣子 料很多 但是他不像那天在什麼 鴨母療市場買的那種 很搁很黏 他是輕輕的 清淡清淡的 看起來不錯 吃吃看 我吃一口就好了 其他就是阿呆的 很健康 他粉餃 很軟Q欸 不會硬 是軟的 然後是甜甜的 藝人的感覺比較濃 就是清淡淡的 然後夏天如果你吃不下飯 吃這個也不錯 也補充一樣 怎麼又想吃第二口了 好吃就會想要一直吃不停 冒著肚子痛的危險 其他就交給阿呆囉 好吃欸可以賣喔 35而已那麼大杯 那麼大杯 城南舊市 就是賣舊書的 一間書店 很大一間喔 是在舞飛街上面 因為裡面可能不能拍攝 我們就拍拍外面 給大家看 很漂亮的一間店 而且重點 他就是賣舊書喔 他的店就可以弄得那麼人情 等一下我們進去 他就是賣二手書 台灣茶茶具 那休息的地方 這樣 欸這雞蛋花太香了吧 整棵滿滿的雞蛋花 你有聞到嗎 很香耶 很香耶 一個人家 有酒 那是 一一位 我們就找到 有一個小龍 那是 這次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爹沙蒂娜 很漂亮的一间面包店喔 可以来这边看看买买 因为在武飞街路口这边而已 很方便 你吃完豆腐冰过来买个面包外带 看起来很好吃的 我们好像太晚来了 面包剩不多 秋晚来了 阿呆想吃什么 因为今天还是以阿呆为主 几把妈又不能吃 我只是来做配的 干凳点 流口水 好 这边还有一些 那个 他可能加热就可以吃了 还有一些酱 高级的酱 高级果子 看起来就是高级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摆的方式让你觉得他 对阿 还有这个 油盐奶油 鸡宝妈很喜欢的 可是 可是 如果你买了面包跟喝的 你可以来这边 这边慢慢享用 这边也是很舒服的一个环境 这如果你想要放松一下 这边面包买一买来 这边坐着慢慢吃 然后这边就是餐厅 他的停车场 他的停车场 没有半台车 很棒哦 这边这家面包店真的可以来看一下 还蛮美的 我跟他呆都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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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在 化沙厅啊 我们的面包 很香的大家吃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來 麵包 裡面有加花生 裡面有很多花生醬 這是有點像花生糖的感覺 花生了耶 對 它吃起來比較甜一點 不過花生的味道很濃 麵包還蠻軟Q的 比較勁 不錯 而且它那個花生的味道還蠻重 可惜 因為比較不喜歡吃甜的 所以說感覺甜了一點點 你這樣講的話 我就會一直聞到花生的香 有好水了齁 有 這是什麼肉桂 這是吉寶媽的對愛 應該吉寶媽吃才對阿 交給你 開香 這個肉桂什麼什麼捲 然後下面有喝套耶 我吃一口 吉寶媽超愛肉桂 肉桂不理喔 肉桂不理喔 我們咬到芝麻香 你要給觀眾看 這樣啊 這樣 裡面有麻糬 然後皮很像菠蘿麵包的那種皮耶 烤得酥酥的 吉寶媽吃吃看 我吃一口 嗯 嗯 好Q喔 欸這可以耶 第一次吃到那個麻糬 然後那個皮是這種脆的 很香好吃 好吃 可以賣 會見大家來了 哈沙替娜 買麵包喔 阿呆我們今天又完成了半日遊行程 五菲街的部分 那五菲街其實是一個很老的地方 那是明朝那個禁寧王的五個菲子 那他死了之後就把他葬在這裡 所以說立了一個五菲廟 那因為他歷史比較悠久 那附近有很多很好吃的冷食 嗯 對啊 所以我們今天又吃了杏仁豆腐冰 跟綠豆湯 還有一個什麼 啊 那個炒米粉豬血糖 然後還有來那個帕沙替娜買麵包 那市政府官邸也在這邊而已 所以這個五菲街呢 也是還蠻適合來走走看看 吃吃東西 當然五菲街還有很多好吃的小吃美食 因為我們肚子真的裝不下 所以就是下一個階段囉 我們再找時間來吃吃喝喝 這樣分享給大家 今天就到此為止喔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掰掰 下個影片見 下個影片